这群进化了几百万年的恶恶 只需狼王一声令下 几秒钟就可以搭建一座坚固的天桥 而他们的目的却是为了领养一个人类宝宝 为了能逃出狼群 女孩和惯鸟抱着宝宝疯狂逃跑 本以为划船到对岸就可以躲避狼群 没想到狼群瞬间就搭建一条裙子动围 直到组装的直升机没能飞起来才不得不放弃 原来在很多年前 这个世界所有的宝宝都是机器生产出来的 然后通过送子鸟送到每一个家庭 然而有一天 一个叫贾斯伯的送子鸟 发疯的尝试抱养一个宝宝 就在大家极力劝阻的时候 不小心打破了宝宝的地址定位器 导致宝宝无法正常派送 老板一气之下关停了整个送子业务 而这个无法派送的宝宝就是小玉 他在这个邮局一待就是18年 在他生日这天 邮局老板找到朱尼尔 想让朱尼尔把小玉从邮局赶出去 如果他能做到 那就让他升职加薪做老板 但邮局这天突然接到一封求子信 是一个孩子寄来的 他希望能有一个地理 这封信刚好被小玉看到 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投地手 他按照说明书找到了婴儿工厂 当他按照信封要求把信放进造瓦机器的时候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休停了18年的婴儿工厂 突然重新启动 正当他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时候 一个宝宝被成功制造出来 而刚出生的宝宝 有一种神奇的魔力 为了不让老板发现这个宝宝 朱尼尔和小玉决定 偷偷地把宝宝给送出去 他们找到一台尘封了几十年的飞行器 仅仅需要二十个空中翻滚 即可视线一键启动 他们刚刚出发 就有一只大鸟盯上了他们 此时的朱尼尔非常开心 因为只要把婴儿和小玉送出公司 那么他就可以成功当上老板 而此时的小玉却浑然不知 面对小玉不停地追问 经过这样一折腾 机器里面的宝宝哭了起来 母爱爆棚的小玉 突然想保护这个宝宝 他爬上飞机顶部 试图打开宝宝舱门 可这时的飞机 却因失控坠入悬崖 生气的朱尼尔 想就此甩掉小玉 独自护送宝宝回家 就在这时 他被一群恶狼包围 当他们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被恶狼绑在洞穴 此时的狼王叼着宝宝走进来 就在他们争抢着 谁先想用第一口的时候 两只狼王瞬间爱上这个宝宝 他们决定领养这个可爱的宝宝 宝宝的笑容使他们无法自拔 如果宝宝不开心的话 为什么要让他赞? 为什么要让他赞?